夜門的胡塞叛軍週一再度動手攻擊兩艘行經鴻海的商船 宣稱是報復跟以色列有關的船隻 基本美軍週末才射下14架無人機 胡塞沒在怕 全球海運巨破紛紛決定停航避禍 全球第六大石油BP也宣布改道 只是從中東油氣到亞洲商品 全都依賴鴻海去歐洲 若是繞行非洲的好望角 傳奇多14天 導致一週以來布蘭特原油暴漲6% 亞洲到以色列的海運費也漲16% 明年1月恐怕再上修 更令人擔憂的是恐怕會出現供應鏈斷鏈危機 台灣的海運三雄也跟進 宣布停止通行鴻海 其中陽明決定改道好望角 不過台積電就評估 不認為會對營運造成重大影響 畢竟是攸關能源跟經濟 美國防長奧斯汀抵達巴林 就宣布成立十國聯合的海上巡邏衛隊 全力確保這條海運大動脈的安全 體會前這麼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